大家好 咱们今天呢要来干一件伟大的事情 咱们呢要开始讲一讲数字了 嗯 鉴于这个 如果你没有接触过这种东西的话 那数字对你来说 都是全新的词 你一下给你讲太多 你可能背不下来 那没关系 那咱们今天呢就先讲五个 就讲一到五 一二三四五列在了这里 看着音标 大家应该能很容易的把它念出来 关键就是要把它背下来 我带着大家念一下 一 阿哈特 阿哈特 二 Shteym Shteym 三 Shalosh Shalosh 四 阿尔巴 阿尔巴 注意它这个阿尹放在结尾 这个词里它没发音是吧 像咱们以前讲过一个动词 这个动词 叫 Nosea是吧 Nosea 你看它这个 阿尹放在结尾呢 就发一个阿的音 就阿尹放在结尾 它也不一定 有时候发阿的音 然后有时候不发音 像在阿尔巴里呢 他这个阿尹放在结尾就不发音 就是四 然后五 五叫 Hamish Hamish 这个数字 我觉得 日常生活中 这个数字啊 一般它有两个作用 一个作用呢 是用来数数 数数 什么叫数数啊 就比方说 就是点数嘛 你比方说 呃 这个 呃 老师带同学们出去玩 然后老师数一数 有多少个学生啊 他就点 一二三 是吧 啊 那这个数数 呃 不过这个词呢 大家暂时也 呃 不 不背不下来也没关系 是吧 咱们今天重点呢 还是在这个数字 然后这个是数数 数字还有一个作用 对吧 就是说某个东西 有几个 要来表达这个 换句话说 就是用数字呢 去修饰名词 这个时候呢 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 一到五啊 它是 Nekiva 那也就是 阴性数字 是吧 阴性数字 顾名思义 它肯定要用来修饰阴性名词 就是 你数 阴性名词 某个阴性名词 有多少个 那这个时候呢 你要用阴性数字 那有阴就有阳 对吧 那肯定还有一套阳性数字 阳性数字 咱们今天就不说了 阳性数字呢 那显然就是用来修饰阳性的东西 就是某个阳性的名词有多少个 对吧 但是 如果是用在数数这个用途上呢 都是用咱们讲的这种阴性数字 而不用阳性数字 这一点大家注意一下 那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 这个阴性数字是修饰阴性词的 对吧 比如给大家举一个阴性词 大家看这个词 这个词呢叫刹那 是吧 刹那 一看它黑结尾 然后发阿的音 显然那是一个阴性词 刹那叫年的意思 年 嗯 比方说我 我这个 不是在以色列上学吗 对吧 那经常会有人问我说 说你在以色列待了多久了 比方说我想回答说我呆了一年了 我怎么说 理论上来说我想我好像就应该用 一 阿哈加上刹那 对吧 哎 但是实际上没有 直接跟他说刹那 刹那 就是 表示时间的这种东西咱们以后会讲 什么日月年之类的这种 就这个词本身就可以表示一个日月年 所以直接说刹那的话那就表示一年 别人说你呆了多久了 你说刹那 那就是我呆了一年这个意思 嗯 再比方说这个 你看见 有一个小孩挺可爱的是吧 然后你去问他妈妈说 他多大了呀 他妈妈可能跟你说说这个小孩他一岁了 一岁了 他妈妈会怎么跟你说 他妈妈跟你说 啥呢 就这个小孩一岁了的意思 所以这个就是一年 一年呢 呃就是表示时间的这种词 包括咱们以后会讲的月和日啊什么的 就是 只要是一个这个单位 那就直接说这个词本身不用加一 不用加一 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 其实是需要加一的 比方说 呃这个是吧 这个叫什么来着 这个词 studentate 是吧 studentate studentate是女学生的意思 那我想说一个女学生 一个女学生 那我就要用 一加上女学生 对吧 一加一加上这个词 呃 但是要把一放在后面 就是studentate ahat 是吧 studentate ahat 那如果是student 而不是studentate呢 换句话是换句话说是 男性学生怎么办呢 那显然咱们就应该用阳性数字 对吧 这个咱们回头再讲 总之呢 一个女学生就是studentate ahat 但是其他情况下 其他情况下就是 大于一的时候 都要把数字架在前面 就是那跟中文就一样了 对吧 几个什么东西 这语序就一样了 比方说女学生的复数叫什么来着 女学生的复数叫studentate 是吧 就是在中间多一个wav studentate 那比方说我想说三个女学生怎么说 那就是 shalosh studentate shalosh studentate 呃 那值得注意一点的是这个二啊 这个二 二 二呢 他不是叫stime吗 但是呢 他只有在数数的时候叫stime 如果我要用他做几个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我要把它小小的加 就是 变一下 我取他前三个字母 取他前三个字母 念出一个什么音啊 这叫 啊 啊 注意这个他发的是a的音对吧 然后最后这右的呢 他就不发音了 连起来就要stay stay stay 那就是 呃 两个的意思 所以你想形容一个阴性名词 有两个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应该用什么 你应该用 你应该说stay 这个东西 stay 这个东西 啊 那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有一个词叫tameed tameed tameed是学生的意思 他的音性形式啊 就是女学生嘛 叫tameed tameed 后面加个he很简单 对吧 然后如果是呃 音妇形式呢 就是tameed tameed 对吧 这个直接加out 变化很常规 所以如果你想说两个两个女学生应该怎么说 stay tameed stay tameed 对吧 你要用2加上这个词的复数 但是要把2加在前面 同时呢 要把这个2变一下形式 就是这个道理 哎 你说这个student student 和tameed 他都是学生的意思 这俩词有没有什么区别啊 这俩词的区别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student这个学生呢 它是指身份的学生 然后呢tameed这个词呢 它是指这个名义上的学生 什么意思呢 student 你比方说我 我在上大学对吧 那我就是一个student 但是我同时呢 比方说我在我在上 我在上数学课 比如说 那我就是数学老师的tameed 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去年呢 上了一期西伯来语课 在我的班上呢 有一群老头老太太 老头老太太 显然不是学生了 对吧 但是呢 他们却是西伯来语老师的学生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student和tameed的区别 student呢是指这个身份上的学生 但是呢tameed他是指这个名义上的学生 也就是学知识的这种学生 就只要他有个老师在教他一个什么东西 那他就是那个老师的tameed 大家肯定能明白这个意思 对吧 然后呢 别人问你说待了多久 对吧 待了多久 呃你想回答他一年的话 你说刹那是吧 待了多久这个话呢 我没有用西伯来语写出来 为啥 因为待了多久这个话 显然应该用过去时来说 对吧 how long have you been in Israel 是吧 比方说这样 那就是相当于要用一个过去时代 然后呢 别人还可能问你什么 比方说你要待多久 对吧 你要待多久 啊 这个我也没有用西伯来语写出来 为啥 你要待多久 那肯定是一个将来识嘛 是吧 所以咱们还没有学将来识 所以这个话也先不说了 那你怎么跟他回答 上本科那就是四年 对吧 那就要说四年 那就要用二吧 加上傻那的复数 对吧 注意 傻那的复数叫傻尼 傻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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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那显是一个阴性词 对吧 咱们刚才说了 但是傻尼 你看它后面结尾加的是印 好像一个阳性词一样 所以说呢 这个词呢 就是 一个比较特殊的词 大家注意一下 它的单数呢 它本身是阴性词 但是它的单数呢 它的单数也像个阴性词 但是它的复数呢 就像一个阳性词 这一点需要大家注意 二吧傻尼 就是四年的意思 那么今天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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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 占捷 打点 赶ências 我们们主义 感谢观看